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台湾驻美处长刘珊珊 因为涉嫌虐待飞拥地遭到了FBI的逮捕 如果司法豁免的协商无效的话 刘珊珊将被拘留 直到16号开听证会才会决定 是否能够在开庭前暂时保释放刘珊珊 由于美国目前正值是廉价期间 台湾涉外部门向美方抗议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不过已经有三名台湾驻坎萨斯的涉外人员 被列为了合作证人 供词对刘珊珊不利 而且美国电视新闻也对刘珊珊的虐拥行为 予以了踏法 不过台湾涉外部门也表示 还是将会在下周三的听证会上 尽最大的努力保释刘珊珊